非电视设置组,在有争议黄岩岛海域,遭中共海警驱赶,菲律宾群众在中国驻飞使馆外抗议。 美联社,2017年菲律宾主要的新闻网GMA新闻星期四报道,菲律宾一个电视台小组。 11月初,在有争议的斯卡伯勒县摊斯卡布奥秀,中国称黄岩岛海域录制节目时,遭到中共海警的制止和驱赶。 引发许多菲律宾人的不满。 GMA电视期频道的记者手机节目设置组11月8日中午,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菲律宾称西菲律宾海,的斯卡伯勒潜滔海域进行采访,被中共海警阻止趁未经中共允许不能进行设置。 尽管菲律宾的记者与中共海警交涉衬,他们的位置是在菲律宾二白海里专属经济区内,但还是遭到威胁。 如果不离开将强制驱离报道表示,设置祖船只在离开斯卡伯勒,潜开数英里,外后中共海警才离开。 该事件发生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 11月20日至21日,访问菲律宾的两周前,在习近平访飞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在谈到南中国海问题时表示,非中双方同意保持自我克制,不采取使争议复杂化,扩大化和影响和平与稳定的行动。 认识到建立信任措施对封禁互信意义重大,肯定中非双边磋商机制和海警海上合作联委会机制的重要性。 斯卡伯勒潜滩,距离中国海南岛,约500海里,菲律宾,苏比克港约100海里,是南中国海中沙群岛中,唯一露出水面的岛礁中国,菲律宾,台湾等都宣称拥有主权不过。 主要是中非之间的争夺,双方多次在该岛礁海域发生冲突,引发外交纠纷。 该岛礁从2012年,起由中国实际控制菲律宾前总统阿基诺三世,对中共采取强硬立场,就潜摊争议问题。 2013年,向海洋国际法庭提出仲裁申诉。 联合国下属的国际城社仲裁法院2016年7月,做出中共的九段线主张无效的最终裁决,指中共在九段线内没有历史权利。 宣称主权仲裁法庭表示,虽然中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航海者和渔民历史上曾使用过南中国海的岛礁,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中国历史上曾就该水域或其资源行使过独家控制。 而在有关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为问题上,法庭的裁决表示,中共干扰菲律宾捕鱼和油气开发兴建人工岛,并没有制止中国渔民。 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捕鱼这些,都违反了菲律宾的主权。 法庭认为菲律宾渔民,有权在斯卡伯勒且他海域捕鱼。 中共的执法船拦截菲律宾船之时,非法地制造了两国船只相撞的严重风险。 中共则强硬表态无意接受该项仲裁。